我們先來看一下目前的狀況 這是俄軍轟炸了烏克蘭多城 其中有一個是澤倫斯基的家鄉 遭到了彈襲 結果就造成了死傷 烏克蘭的軍方聲稱 他們有擊中俄軍6枚當中的5枚飛彈 跟24架的無人機 另外這個不得了了 俄羅斯的核艦艇開拔到了美國後院 而且帶了告石及音速飛彈 口徑巡弋飛彈 還有這個瑪瑙反艦飛彈 到了古巴去秀肌肉 距離美國的距離只有145公里 不過我們來看到 古巴雖然說沒有帶核武 但是美國軍方依舊是不敢大意 全程緊盯的 好 這個部分問一下岳老師 我覺得這兩個消息的話 是前後呼應了 我們譴責戰爭 但是俄羅斯他是非常信奉 凡是在戰場上得不到的 你休想在談判桌上得到 這個觀念是非常清楚的 俄羅斯現在就是加強攻擊 要讓烏克蘭的話認慫認輸 那麼美國現在的話呢正在搞大選 那烏克蘭如果說是認輸了上了談判桌的話 按照俄羅斯的意願的話呢 那拜登還選什麼 他選都不要選了 對不對 花了那麼多錢搞了這麼多麻煩 那麼這個另外一件事情的話呢 這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啊 就差點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個最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我分成三點來講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呢 你在別的地方拱火 美國這個讓烏克蘭繼續打下去的話呢 就是說很多國家都不忍 尤其是這一次歐洲議會投票的結果顯現出來 這個極右派的抬頭 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則上來講 就是說顧及本國利益就好 不要聽美國的話在那邊亂支持啊 或亂打仗啊什麼的 因為距離歐洲實在是太近了 所以說了解這個情況 第二件事情呢 我覺得呢 俄羅斯做的法也只是剛好而已啊 俄羅斯不做誰做啊 美國整天派的各式各樣摔 天天到台灣下來下來逛一逛啊什麼的 對不對 那俄羅斯的話呢 是全世界唯一有這個膽量啊 說一句良心話 俄羅斯現在是 這都破罐亂摔啊 對不對 就往這邊的話呢 就是對美國 美國敢搞什麼 俄羅斯就到了古巴去 而且更可怕啊 以前帶核彈的話呢 現在帶的是超高音速飛彈啊 超高音速飛彈啊 你剛剛提到了那個羅斯福號 羅斯福號被野門胡塞武裝 打到甲板上 到底是真是假 都還沒弄清楚呢 對不對 現在航空母艦的力量 遠不如飛彈來的厲害啊 成本也低啊 對不對 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 俄羅斯現在他能夠做這個事情 也只是回應美國的一種講法 那麼第三點的話呢 我覺得俄羅斯這種果然是戰鬥民族 他有這個勇氣 有這個膽量啊 對不對 他就是到古巴裡面去參訪 美國人能說什麼 因為美國自己航行自由啊 到古巴這邊來啊 講的嘛 那你可以了解到就是說 俄羅斯他今天做的這個事情 就是等於是裝箱五箭啊 意在配工啊 就告訴你說 你能夠對別人怎麼做 我也能夠對你來做 因為實際上大家都知道 雖然經濟不怎麼樣 但是國防實力的話呢 俄羅斯是排行老二 這個沒有問題的 對不對 大陸本身的話呢 基本上在自己的家門口 這個部分維持好 因為他要發展經濟 俄羅斯現在搞到這種情況 沒有選擇了 但是反過來 把這個船開到了古巴去 帶了這麼多各式各樣的飛彈 意思跟美國講得非常清楚嘛 就你能夠搞別人 我就能夠搞你 我覺得也只是搞好而已 我補充請教一下張將軍 雖然這個他們沒有攜帶核武器 但是我看這個分析指出 其實它這個核潛頂 光是它的常規導彈 也可以打到一千多公里 所以外界才會覺得說 實際上它就是在美國的家門口 埋下一個釘子 對 因為它這個 曾經做過這個驗測 這個艦對艦的飛彈呢 可以打到 我們講的一千海里 一千海里是一千八百公里 它可以打這樣 但是它打的 一般來講做測試的時候 它不會說打到一千八百公里 我打到一個目標 找到一個目標 可能是三百公里 三百五十公里就把它命中 那真正的話 它整個的它飛行時間 它的燃料是固定 可以算得出來 可以打多遠 就是這樣 就命中目標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因為很久很久了 俄羅斯的軍艦沒有到古巴了 那這一次派的這個軍艦過去 而且我們派的是上面 還派了這個 可以掛核動力 核子動力的彈道飛彈 潛艦也過去 那這樣換句話說 有這方面的人力 可以跨越大西洋 在烏克蘭戰爭的狀況之下 俄羅斯還有這方面的 那麼大的威力做展示 到那個地方 而且就抵到美國的後院 距離很近的就一百五十公里而已 距離我們叫佛羅里達半島 才一百五十公里很近 那對美國來看 美國當然很重視這個 已經到家裡門口了 要不要很注意 當然很注意 那對古巴來看 這是對古巴的加持 表示說古巴在俄羅斯 在中南美洲 是具有舉軸群眾的地位 在加勒比海 是這樣子 因為古巴一直很孤單 因為他一直跟美國作對嘛 從古巴危機開始都是這個樣 那是長年歷史上面遺留下來的 這些包袱 那現在俄羅斯挺他 那俄羅斯在這一方面 除了這一方面之外 還打這個我們講的 這個艦對艦飛彈之外 他有時候也會講核武的事情 有如果的話大家插手 踏越了踩到了俄羅斯的紅線 他說他不排除會使用核武 他是這樣子 而且他核武在那個白俄羅斯境內 有部署跟有時候有核武演習 那換句話說俄羅斯講的話 你不能當假的 不能說他只是說說算 萬一真的不小心打起來得了 所以在這一方面 這個俄羅斯派這個遠尊的這個艦隊 到這個哈馬納到古巴去 我認為有他的戰略含義 打到現在俄羅斯 還有很強大的海軍戰力 而且這一次並沒有帶核武 以免好像這個挑釁度增加 對美國的威脅增加 沒有他是展示說 他有這個能力做展示 但是他目前沒有這個準備 但是有這個能力 G7登場前夕 我們來看到這個是聚焦在增援 烏克蘭跟團結抗中的部分 但是現在根據消息人士透露說 各國的領袖將會凍結500億美元 俄羅斯的利潤跟資產 這當中呢這個20多個中企跟個人 也會被制裁 因此引發這個大陸的抗議 大陸外交部發言的零件就說 中方堅決反對任何非法單邊制裁 還有長臂管轄 中俄之間的正常經貿晚來不應該受到 干擾跟破壞 這個問題我想問一下這個介大士 這個現在這場會議就是說 是美國主導 他的聚焦在兩個項目 一個就是要軍援 繼續經援這個烏克蘭 可是錢呢 從俄羅斯被凍結在這個歐洲的資產 2500億美元裡面的利息 來這個資源 這個最後給他的貸款 所以這個美歐之間是有意見的 因為歐洲並不像俄羅斯 對 因為那2500億 開玩笑 現在是在比利時 不是在美國手裡 美國要動這個錢的腦袋 他一年好像支息有50億美元 他要動這個錢 那這個基本上最後會不會成真 現在還不知道 那另外一方面就美國希望就是說 把中國繼續的拖進去 那麼尤其在俄武戰爭裡面 要把中國大陸跟打成 跟俄羅斯是站在一起 然後呢是這個要用這種 各種的經濟制裁的手段 來對中國大陸進行制裁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美國最近這個半年 發明的一個理論就叫 產能過剩 那麼造成這個世界的 經濟秩序的怎麼樣 一種動盪 他也要歐洲的國家 來一起來這個背書 然後呢一起行動 那這個部分的話 事實上的話 那麼歐洲國家也有一些疑慮 因為歐洲基本上 並不想跟中國大陸在經濟上 這個既得的利益 要受到太多的損失 像德國的報紙 前一陣子就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千萬不要講 中國大陸的產能過剩 他說如果中國大陸產能過剩的話 讓我們德國產能的問題更大 為什麼呢 他說德國的整個的出口 所謂的export 在他算他的GDP裡面 幾乎佔了四成 德國的GDP裡面有40% 是靠出口 中國大陸即使最高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GDP裡面 出口占的比例 從來沒有超過20% 現在不過18.5%左右 所以呢他說 照如果這樣算的話 那德國才是真正產能過剩 所以說德國事實上 並不想跟美國 躺這個美國這個混水 可是你知道美國事實上的話 他就是他就是霸主 他這一次把這一次這個峰會 他就是要達成這些目標 那最後我覺得就是還是一場 一場就是說美國跟歐洲國家 之間的一場較勁 那最後得出來 他們現在正在寫 就是說最後的共同宣言是什麼 所以這一兩天正在吵架 到底會怎麼樣出來 不過美國的目的 我覺得也不會完全交白卷 那麼歐洲會打折扣 最後是不是呢 就是說把歐洲人掌握的 俄羅斯的海外的這個資產 2500億美元做一個處置 那麼現在只是凍結 不敢去凍這個錢 因為俄羅斯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你要凍我這個錢的話 我一定相對報復 那所以這個就是說 報復的是誰報呢 報復歐洲 不是報復美國 所以現在美國是怎麼講 是用歐洲人的代價 來達成美國的國家利益 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還要 還值得很值得觀察 那還有就是歐洲 歐洲跟美國基本上 並不是一起來制裁中國大陸 並不符合歐洲的利益 那看他們要配合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是這次會議裡面 最值得觀看的一個焦點 好朋友們 你也有睡眠困擾嗎 推薦您太陽星全校 科菲爾醫生Gym 幫助您睡得好 美麗更加分 即日起至6月30日 三入組限量送隨行果汁機一入 送完為止 更可搭配快點購618 狂歡年中慶 全場消費滿千就送百 最高回饋618元 現在買最划算 再加100元 就能夠超值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一起來快點購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購物經驗吧